大家好 我是小潔 今天六位選擇在2024年1月4號早上的6點30分 我剛剛從布拉格回來 每次我從國外回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會想要錄音 想說趕快來記錄一些我當下的情緒 或者是當下一些想法 一部分是我通常落地的時候 我都在想說可能準備要整理東西或洗衣服 但現在早上6點半我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沒有出去吃早餐 現在也沒有什麼 現在早餐就是那種美兒美美幼美這樣子 其實坦白說我已經很久不吃早餐了 我都是喝一點簡單的美食 或者是什麼的這樣子就度過我的早餐 但今年不管了 我們就來錄音 其實這集要來講 我在12月30號飛布拉格 然後從剛剛才剛回來的這趟旅行 這趟旅行非常的隨興 非常的隨意 它的起源是因為我在Instagram上面有一個朋友網友都可以 他剛好飛這一班 他剛好飛12月30號這一班 然後到1月3號回來這樣子 這是一個班行長這個樣子 我想說可以啊這樣 然後自己其實坦白說我是有很多PTSD 對於航空業人員的 其實航空業人員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的問題啊 可能是我個性還是我有什麼樣子 我常常遇到奇怪怪的航空業人員 有些人會說飛啊飛啊飛啊 但最後我上去的時候 可能結果都是有點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結果算不錯 我說結果是整體的旅遊品質 跟去的一些跟交朋友的感覺還不錯 但是今天這一集我們主要是要講說 我這一趟去的原因 跟這個去回程的航空的體驗 那這次我搭著華航 那就是從12月30號從台北飛布拉格 那回程的話當然也是這個CI68這樣從布拉格回來 這次我開的票是用維政大西洋航空 為什麼維政大西洋航空呢 坦白說我沒有第二個選擇 因為那時候很像是別人說給我一個道題目 就是說10月30號跟1月3號回來 那這樣我就要思考說 好第一個我要搭哪一家航空公司 可是我一定只有華航可以搭 因為這個朋友是在華航 我就想說好那我要買什麼艙 我也現在猜說 不知道這位朋友他今天是服務哪一個艙等 但我想說算了隨便不在乎 我就有經營艙 有經營艙跟經營艙沒關係 有商務艙有商務艙也沒有關係 就看一下 然後發現說經濟艙去程是有回程沒有 By the way去程是15個小時15個小時 不是5個小時15個小時 回程是10個小時到11個小時 實際上飛行這次大概10個半小時 所以去程15回程10 這是一個多了5成 其實這些都多了5成 人生就是這麼的討人厭 最近都會在講這個主題 人生真的很討人厭 這樣子你猜後來發生什麼狀況 就是去程的時候只有商務艙 去程的時候有經濟艙 就是比較長的那一段15小時的 有經濟艙跟商務艙 回程的10個小時的 他只有商務艙 所以短的反而有商務艙 你知道我的邏輯是如果今天短一點 我捏過去就算了 而且我看去程12月30號那一班loading超級輕 我很確定那一班飛機在後面 那一幾節全部都是可以躺平的這樣 當然其實我也不是一個真的會在經濟艙躺平的人 我不太喜歡這樣 不過至少我旁邊如果位置是空的 我就會覺得非常好睡 那個對我來講是跟商務艙差不多的好睡 其實我在商務艙是不太好睡的 我沒有吃藥我還是睡不著 就是這麼可悲 最後我看一下發現 去程只有15小時經濟艙我真的會死人 如果可以飛15小時經濟艙我真的是神仙 我2023年在飛一趟最久的是從 好像從東京飛倫敦吧 我那一趟也是飛了將近15個小時超級崩潰 但是那時候還是商務艙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應該說 我真的不太喜歡在飛機上待了那麼久 為什麼我都飛 有人就說為什麼我每次都去曼谷跟東京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飛太久 還有亞洲比較好玩 我真的覺得歐美真的好無聊 又貴又無聊 當然這一趟我覺得有開啟一些副本 有開啟一些說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以後如果想不到地方去的話還可以來 或者是去隔壁維也納這樣 我覺得蠻酷的 這區域風情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Anyway我們就去講回來航空 我最後我就換來回商務艙 來回商務艙坦白說是不太划算的 我先講這段用維珍航空單程的話 經濟艙是3萬5千里 商務艙是8萬5千里 3萬5跳到8萬5 這個其實真的 我覺得應該任何人都會覺得說 這用3萬5換就好 這用3萬5換就好 但你知道這個去塵去塵15個小時 15個小時我不想搭經濟艙 所以就換來回商務艙了 好那最後就是17萬里 17萬里絕對不會是一個非常非常 我自己是覺得它真的沒有很像 因為你自己用滑航自家里程 大概是16或15萬里 可以去這樣兌換一個來回 如果你再厲害一點的話 你可以開外站或是什麼的 但是因為是last minute 有時候last minute 你真的沒有辦法有太好的解法 當然另外一個是用Flying Blue Flying Blue的話我那時候看 第一個是我沒有那麼多Flying Blue 我Flying Blue 有一個聽眾跟我把它買掉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錄節目的過程當中 蠻多人就是會跟我聊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我有一點 那你要不要買 有點像這樣 反正後來我Flying Blue是沒有 所以最後用微震開 那微震因為我在12月底的時候 買了一些競爭一些 結果現在全部花掉 就現在這個微震幾乎是見底的這樣 好那就這一趟就是17萬里的 微震搭機航空 然後加上一點稅金 稅金四五千吧 那這個去程的時候 我搭的CI675 搭的這個位置是11K 我先說台北布拉格 他們用的飛機是A350 那A350當然也是他們最 目前來講最旗艦人的飛機之一吧 當然就是777跟A350 那我個人認為 我坦白說我會投 我可能會 我覺得777好像好一點點 好像 那A350我覺得 如果我們A350比A350的話 那我們就把華航跟鮮宇拿去比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點小差 就是它的隱秘性會稍微低一些 什麼意思呢 在鮮宇的商務艙 在鮮宇的A350商務艙裡面 那個牆壁比較高 那個殼比較高 我們不會躲在一個殼裡面嗎 那個K中的感覺比較明顯 那頭等真的就是頭等K中 那個牆壁特別特別的高 但是商務其實也會比 這個華航來的再高一些 但是鮮宇當然也有一些缺點 因為鮮宇其實把殼做的很厚 它做了那些造型 有一些棱角等等的 不像華航 其實華航就做一個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殼 那個殼可能就一公分厚而已 裡面再加一點絨布材質 不算絨布 不是塑膠材質 讓你摸起來至少會覺得說 有一個texture在這邊 但整體來說 它是一個略單薄的裝潢 但我不是說這個不好 因為其實你少的裝潢 你沒有像鮮宇裝厚厚的殼 雖然那個殼是空的 你就讓很多位置給客人 所以其實坦白說鮮宇的空間 是比較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小到不行 華航的空間 同樣是A350空間是稍微大一點點 但有個非常非常明顯的差距是 華航的A350商務艙 它的窗戶不會被擋到 這我們其實有講過蠻多次 就是鮮宇A350商務艙 其實只有5A跟5K 可以獲得完整的一扇窗戶 為什麼 原因就是鮮宇把殼做得非常的高 非常的完整 完整到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做這麼愚蠢的設計 然後把窗戶全部都遮掉 所以你搭乘鮮宇A350的時候 其實你務必選5A或5K 剩下的位置都是垃圾的位置 剩下的位置你全部都是只有 半面窗戶加半面窗戶 或者是有一個位置 我認為2A2K應該是四分之三面窗戶 我想說有夠低能 真的是有夠低能 我覺得它究竟到底是什麼是鬼設計 但是在華航是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華航的窗戶可以保持這麼多 但一部分是他們沒有過度的這種裝潢 以及他們在儲物空間上面 設計的邏輯比較不一樣 那這樣坦白來說他們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叫什麼 有一個禁櫃 我不知道這樣講 禁字的禁 禁櫃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有搭過像長榮航空的777 黃金貴萬昌長城那個 它其實旁邊都有一個位置可以放水什麼東西的 在星宇這邊的話它就是一個櫃子 你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 那個門檔案就看到一面鏡子 裡面可以掛的耳機什麼的 它是立的 它是垂直的 它垂直於地面的 但是在A350的華航版本 它沒有這個所謂的禁櫃 它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把它位置都讓給平面的桌面 所以它桌面很大 然後旁邊有個龍爪燈 但這個龍爪燈的位置 其實就是星宇的這個禁櫃的位置 所以相對來說 他們其實平面空間就很多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常常會帶大包小包的 像我自己會帶一個隨身包包 我隨身包包一律都鎖在櫃子裡 就是我不會放在頭頂上 因為我覺得放在頭頂上 我要拿很不方便 我有時候我要拿什麼眼藥水 我要拿護唇膏 我要拿乳液 我要拿衛生紙 我要拿濕紙巾 我要拿酒精擦 我平常就會拿那麼多東西 行動電源我要拿充電線 我要拿插頭 我要拿牙刷 我要拿我的可能陰性牙套等等的 我這些東西我都要隨身拿 我不想每次都是要走到上面去拿 或者是說 因為你要上去拿 你要到你頭上拿 你就是可能安全帶的燈號必須要熄滅 或者是說 這時候不是在爬升或降落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煩 我就會帶一個隨身小包 那隨身小包 其實在這種小禁櫃 信員這種禁櫃會比較好放 所以這個儲藏方式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應該各有優力 大家可以自己去體會一下 好那這一次的去程 因為剛才有講了 我是跟 我算是跟飛 所以說 剛好我朋友是商務艙組員 所以我這一趟商務艙的服務是非常非常的變態 非常非常的變態 他們說沒有了 他們就說這次是Full Service 因為今天的商務艙只有四位 所以說服務的非常非常的特別 應該說就是比較多時間可以聊天 或者是問你有沒有東西 但我坦白說我自己是不太喜歡這樣 我不是說我不喜歡這種 我不喜歡服務 而是說我個性比較不喜歡麻煩別人 所以當我知道說這個是多的時候 我會很不好意思 比較是這樣 我知道說這些根本都不用走 或者是說SLP上面有 但是大家都不走的時候 我就預設他是不會走的東西 例如說刮胡刀 你有看過有人 這是長程現在走刮胡刀的嗎 從這個我搭了 我去年搭了大概四五六六腿 我沒有看到有人在走刮胡刀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走刮胡刀 這不是走水 不是走什麼 是跟你說你有沒有需要刮胡刀 我看到刮胡刀第一件事情是說 等一下我鬍子看起來沒有刮嗎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這樣走 後來問了一下說這是一個SOP 但是不一定大家都會走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可能人少的好處 這次的體驗去城 我們先講去城 因為去城只有四個商務艙 四個商務艙的客人 所以服務非常非常的周到 然後商務艙的前區的這塊組員 ER這邊應該是總共加起來是四位 坦白說我就 這個就沒話說了 是完全沒有話說的服務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 沒什麼東西好挑剔的 就是沒有什麼東西好挑剔的 然後就跟一貫的華航的服務一樣 就是一直想要給你東西吃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個 坦白說我是 我是不太 我是在機場 我是不太在吃東西 其實商務艙的東西 我都還是覺得很難吃 不是說我很雞巴 而是我願意 我不是吃到難吃東西會生氣的人 我吃到難吃東西我會不吃 我會想說 那我再等六個小時我吃下一餐 或者是我夏季再吃這個 我可以一整天絕食都沒有問題 就整個斷食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太對這種食物生氣 因為我本來對這個東西都沒有期待 我本來就對商務艙的食物就沒有期待 所以你常常會聽到我講的好像沒什麼 因為第一個是真的沒有到那麼好吃 第二件事情是我對於這個東西就是 它就是一個熱量來源 不要太誇張 比如說一堆澱粉這樣就好 很不幸的在華航這邊有非常多的澱粉 就有很多很多的澱粉跟餅乾什麼東西的 但我就是選擇新的吃 然後想說好吧 那我就這樣盡量吃 但不要在夏季之後可能就少吃一點這樣 後來他們其實也給我了一份鹽酥雞 鹽酥雞我覺得這超級酷的 他們第一大餐 他們第一餐我是點了移工的餐 那移工的整體的餐點 我覺得相當相當不錯 那相當相當不錯的是 我在思考我是跟誰比 應該是跟長榮嗎 但我覺得這個比較又相對的不公平 因為長榮也沒有 長榮飛歐洲的航線我真的搭很少 我去年只搭過2023年只搭過一趟吧 好像只搭過一趟還是兩趟 所以真的是蠻少的可能不太 我去講餐食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就單講華航的這次移工的餐點本身 它是一個鮑魚 那是鮑魚的撈麵 我個人是覺得鮑魚的撈麵是還不錯 雖然這個麵條我坦白說我不太喜歡麵 但整體鮑魚在機上可以呈現鮑魚 我覺得相當厲害 然後撈麵吃起來也非常協調 而且還有其他這些小菜 其實小菜來的時候我真的被嚇到的部分 因為它長的都 它吃起來跟它長的樣子都不一樣 比如說它有個長的像蘿蔔 結果它蘿蔔是什麼檸檬蘿蔔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神秘 我後來想想移工 所以神秘清三星 難怪會做這種東西 就是功夫菜還是創意料理 反正我就覺得他們原來如此 原來是這樣想要這樣子搞 所以小菜吃起來都相當有趣 因為說它有一個是苦瓜 它苦瓜吃起來一點都不苦 我就不知道它到底怎麼做的 但我也不是說 我也不是說那樣子 苦瓜不苦比較好吃 而是你就會想說 它真的看起來跟吃起來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樣 但不是那種不好的不一樣 是那種很有創意的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移工餐廳本身來講 我評價是還不錯 是還不錯 再來是一些第二餐的部分 因為第一餐就是移工 第二餐就是粥 我是點了中式的粥 我沒有點西式的 因為有粥我都點粥 第二餐就是降落前這個粥 我是覺得 我覺得這一餐 我有一點點小小的失望 因為我覺得同樣是粥 昌融明顯的比較好吃 在台北出發的這一班 他們上面附的這些 他說是魚松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就有點不太對 我就覺得有點不太對 但因為真的也不太重要 然後後來我覺得 其實有粥就可能有個7分 可能就會有個7分 半分是10分的話 那可能昌融整體加起來可能是7.5分 但是昌融的擺盤比較醜 華航版本比較好看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華航看起來比較好吃 但其實華航看起來實際上並沒有比較好吃 我自己最比較問號的是有個鮮蛋 他就是粥旁邊有個鮮蛋這樣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這個鮮蛋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我沒有想要把整顆呆殼的鹹蛋 自己在那邊撥 我後來有跟圖員問一下說 這個鹹蛋到底是 其實我不是真的在抱怨 你知道嗎 我其實根本就不在乎人家的產品怎麼樣 其實你產品不好就不搭 那如果只是一顆鹹蛋 我不吃鹹蛋 這種東西我就覺得無所謂 反正你會放上去表示有人要吃 因為其實餐食在定期都一定會有人檢查說 他的是不是剩很多或什麼東西的 直接拉一車過去看一下說 這一車是不是都剩到底是什麼東西 剩什麼東西最多 然後下一季換菜單就有吃參考等等 所以我知道他們有一套流程 所以我並不會就覺得說我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然後去跟他講說你這鹹蛋就不行啊 你怎麼可以讓商務艙旅客撥這個鹹蛋呢 這個鹹蛋至少要剖半或是怎麼樣子吧 那我是覺得無所謂啦 就是雖然有人問我的時候還是有這樣回答 但是平常我是覺得無所謂 但總之這個鹹蛋就是一整顆的鹹蛋 所以如果你要處理這個鹹蛋的話 你就要在機上拿在這個鹹蛋那邊扣扣扣 然後再用手在那邊把它撥撥撥撥撥撥 我是很討厭撥蛋的人 我很討厭撥蛋跟撥瞎 所以我自己是完全沒有動那個鹹蛋 即使我知道加下去味道會相當不錯 但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別種處理方式 就蛋有沒有別種處理方式 那突然講到華航我就突然講到 想到這個我之前看一個YouTube影片 他們就說華航的水果尤其蘋果 都很像泡過鹽水的 但我後來吃到的時候發現說 對真的都泡過鹽水的 然後他們就說為什麼會這樣 就外國人說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說所以只有台灣的人會泡鹽水 然後讓他顏色不會變掉是不是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外國YouTuber在講說 這個吃起來人家泡過鹽水 我覺得很酷 總之這個餐點我個人都覺得相當 我自己都覺得在我期待之上 尤其是義工 早餐的部分就是鹹蛋我比較問號 我不是一個鹹蛋人 然後第二個是我不太想播 這是懶惰而已 但是據說應該可能是 本來就是一個傳統 可能本來一直都有這些 鹹蛋他就一直都放在這邊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應該不用 再來是過夜包的部分 過夜包他們是給The North Face的 去回程前好像是一樣的 我有點訝異 因為通常好像拒回程 場合都好像會出兩款 而且不一樣 阿聯酋可能都出個五六款 我就非常瘋狂 所以我不太覺得 為什麼這個華航式 拒回都是一樣的款式 這個北連的袋子 其實我覺得實用性很高 但好不好看見仁見智 裡面的東西好不好用 也是見仁見智 我個人是覺得裡面的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很值得用的 那這就是有一點小缺點 就是感覺拿這個袋子 可能只有外包裝可以拿去去reuse 但是裡面的東西 我不太知道有什麼東西很值得用的 再來是 它裡面有附牙刷跟牙膏 但是那個牙刷牙膏我個人就覺得相當的難用 我刷了兩次我就覺得牙刷快要炸掉了這樣 然後它在廁所裡面也沒有附牙刷 就是我走進去廁所想說這邊應該會有一個牙刷 牙膏跟漱口水 但是廁所裡面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這個應該是華航本來就沒有在廁所裡面會提供這個東西 但我不知道我是搭誰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廁所裡面應該是要有這些東西的 那很顯然它這邊是沒有 那後來我有稍微小小去問一下 原來他們的意思是說過夜包裡面就有這樣 但其實坦白說我過夜包都是不拆的 我根本就不會拆過夜包 我通常過夜包就是直接送人這樣 我以前又在蒐集 蒐集到後來就發現說家裡有太多過夜包 然後就沒有在蒐集了 其實新的我也覺得現在看起來很漂亮 過一段時間我就覺得它不漂亮 所以後來我都不會拆那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牙刷的話 應該經濟艙好像還是會有 好像是有那種經濟艙的牙刷 但經濟艙牙刷沒有很差 還是可以用 或者是過夜包裡面或是一袋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 但我還是覺得漱口水是蠻好的 如果有漱口水的話會更棒 畢竟這個也是一個商務艙產品 也是長程的 這是一個15小時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基本 當然我們在上機的時候 這個周圍上應該都會有枕頭 廢話 那還會有被子 這種薄被 再加上這個 不對有點厚 再加上水 他們水是用Avion的水 他們在給小水的時候是給Avion的水 那是在商務艙服務的時候使用Fiji的水 所以這也是蠻有趣的 我想說為什麼是不一樣的水 但也蠻有趣的 那小水是330cc的Avion 我是覺得也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消水的 覺得消水就是很方便 那他們也都還蠻願意去補的 因為我之前搭過另外一家公司 他們就是有點不太想給我 我不太確定是為什麼 就說沒了這樣子 我幫你再加水好不好 反正就覺得辛苦你的這樣 總之這個服務我個人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想到一個窗戶 他們家A350的窗戶還是非常標準的 就是有一個蓋子要把它打開跟灌起來的那種窗戶 那在星宇或者是法航的A350的窗戶都是電漿的 你就是你只要按 你只要稍微再滑過來 那個就會很快的變暗這樣子 那就是會比較科技感比較苦一點點 但你說哪個比較好 我覺得其實我也蠻喜歡板子的 我就想說為什麼板子跟那個電漿的那東西 為什麼不一起做 為什麼不一起存在 但我們當過787 787要把那個窗戶把它變暗的時候 你要暗了半天 按半天之後 結果它要過一段時間它才會按掉 我超級討厭那個的 我如果想要它按的時候 它就應該要馬上按了 我還在那邊慢慢等 所以我就覺得787那個很討厭 但是350的反應就非常快 350就是你只要滑過去它很快就會變暗 但我覺得蓋子也是還是可以 蓋子加這個東西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我不知道就蠻有趣的 但總之好像沒有選配這個東西 我好像還沒有另外一個選配 就是機內加持器 在華航的A350裡面 它的濕度平均我測量是15到20 15到20 我們現在在台灣大部分都是多少 60到80 60到80 大概70以上可能就會有一點濕濕的感覺 可能除濕流先會把它除到60或是50 在機上是10多都是沒有超過20 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不知道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乾 我嘴巴全部都是乾的 我在布拉格的時候 布拉格的濕度大概30多而已 大概30多到40多也是比較乾 我們真是永遠都沒有像機上那麼乾 現在台灣最近幾天的天氣 我現在錄音這幾天天氣大概是50幾 因為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濕一點 所以這個也是供大家參考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我真的很容易被 因為我在機上的時候 我真的很容易嘴巴會爛掉 或者是我眼睛會超級乾 我在2023年做了雷射之後 我就對於乾濕度非常的敏感這樣 那回程的時候也是一樣 回程也都是一樣乾 畢竟也都是A350 雖然是不同台 但是也都是A350 整體來講回程的 因為只有10個小時 所以對我來講沒有suffer那麼嚴重 客人也是正常的數量 可能空位可能只有空4個 我去診的時候只有4個人 但是回程大概只有空4個 所以相對的忙 相對的忙 所以服務還是依舊非常的好 只是就沒有一些很神秘的 很神秘的就是 你知道這個應該是正常不會走的東西 然後結果走過來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覺得非常非常不錯 就是以回程來看 一個正常的loading 正常的這種航線 有很多死小孩 有很多員工票 有很多老外 有很多台灣人 有很多有錢人等等 在商務艙就知道說 這樣子服務 他們還是掌握的蠻好的 而且在尋唱的速度 我都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那也因為我是剛好同一組組員 去同一組組員回來 所以他們也記得我是誰 他們就直接有打招呼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而且總算是教對我的信誓 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而且有一位組員也還記得我 去城的時候全部都在喝金萱 我就是去城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喝什麼 但我不想喝咖啡 我就跟他講說 喝金萱好金萱 回城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你要茶跟開去咖啡 我就說茶 他就說金萱嗎 這樣子我就覺得 嗯還不錯 不是說他有氣得 而是說 我就覺得這個人蠻有趣的 我就覺得這個人蠻有趣 就是知道第一個 我不太很喜歡那種很自私 很自私很標準服務 我覺得超級無聊 好那在回城的時候 這些餐點是從 大概是從布拉格這邊上的 那我點的是一個鴨胸的主餐 那鴨胸主餐坦白說 它是一道一道 它有點像一道一道上的 它的湯品跟前菜我都覺得不錯 尤其湯品我很喜歡 再來是它的鴨胸主餐 那鴨胸主餐就是有一點客戶分 因為它鴨胸真的是有點熟 我自己是覺得在機上我是不太追求 我說一定要多嫩多鮮這樣子 主要原因還是不希望人家 就是吃到有點生的東西 食物中毒或什麼的 或有些人看到血色可能不太好 但我們很多像牛肉啊 像什麼一些肉 我們可能都會比較希望說半生的 或者是什麼五分手之類 甚至三分手 所以通常在飛機上點這種東西 我的期待值會下降蠻多的 我們會自動把期待值下降 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要做到7分 甚至7分以上 但是我自己不會覺得 這輩子絕對不會吃到7分以上 味道一定會有差 但這個鴨胸就有一點這種感覺 所以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覺得有一點點的韌 後來吃一次就覺得 其實還是可以了 不會韌到不行 韌到不想吃 我個人覺得鴨胸是OK的 當然不會比你平地吃什麼櫻桃鴨 不會那麼的順口或爽口 整體來講還是不錯 這個餐點我也是比我想像的好 我不太確定是布拉格空組是還不錯 還是真的好像在最近餐時真的是有在進步 我自己是覺得是厚著 我覺得好像最近餐時是有在稍微用心一點 或者是稍微努力的去打搶自己的知名度 跟移工跟飲料 還跟五同號去做一些聯名 雖然我不會覺得說五同號有非常非常的好喝 但是在機上你就會覺得說這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你就會想要點來喝 忘記之前是誰講的 同樣一杯可樂 同樣一杯飲料 在地上是一個價格 在空中是一個價格 在月球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價格 有時候這個是地方的一個稀少性 它並不是說這個東西具體有多麼好喝 所以也是供參考 大家自己去評價這件事情 總之回程我還是相當的滿意這些機上的軟體服務 我覺得軟體服務 我之前應該是低估化行的 我真的認真我是覺得我之前低估化行太多了 我覺得長榮可能比較注重這些我SRP走完 然後就差不多這樣子結束 那滑航還蠻願意多給一些東西 那你就會覺得特別的親切特別的溫馨這樣 那他們也有時候講話也比較可愛 比較直接 那長榮你就會覺得說他都在造表操課這種感覺 他可能造字年 可能也是因為服務的大部分都稍微比較年長一些 或者是說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紀的這樣子 哥哥姐姐們 我算哥哥姐姐嗎 你就會感覺到說他們已經自己有一套服務的技巧 或者是跟不同客人聊天的技巧 坦白說我第一次上街 我在剛開始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搭的航空公司通常都是SOP很重的航空公司 包含長榮 包含星宇 包含可能之前搭日航 他們其實都有一貫的流程 他們比較不會突破的流程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突然跟你先聊這樣子 那在航航這件事情是會發生的 所以就 我這是好的意思 我這是好的意思 但是我說這是一個我不習慣的東西 那我自己也比較像日本人 所以我就覺得 OK 我就要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才能反映出來說 原來你在跟我聊天 這樣子這種感覺 知道嗎 就是我其實在機上或在任何地方 我都希望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擾 也不要有特別的special request這樣 但有時候大家可能組員很熱情 就會稍微聊一下 我覺得也OK也蠻有趣的一種體驗 所以這一趟就是去城波拉格跟回城的 波拉格台灣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航線是為數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值得去換的一個航線 當然用微證可能不會到非常划算 但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有沒有別的方式 可以去換這條航線 這條航線好在哪裡 就是它的載客率真的不高 真的是不夠高 應該這樣說 我12月30號那一天 那一天載客率 我不知道商務商只有4個人 經濟商我印象中沒有賣掉的還有二三四個位置 但是我印象中 其實是蠻空的 其實是蠻空的 也就是說你既然要換里程票 這個是一個很好換的位置 它不太可能會沒有位置 還有一個波拉格有個非常神秘的地方是 波拉格降落的時候 我看當地的所有的飛機 幾乎沒有人派光體客機的 全部都是A320 全部都是 對 幾乎都是A320 或是737 幾乎都是這樣子 當然都是A320 那只有華航是派A350過去 那當然這個波拉格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政治的航線 所以它必須要維持這個樣子的運能 它必須要這樣子飛 那以非常神的機種 華航也沒有A350以外 可以去飛這種航線的一個機種 你用330去飛 好像也不太得體 那個破航怎麼可能去飛330 即使飛到你也是不該飛 350的載客量又太多 所以中繼機種787 或者是330NIL 這個應該要趕快補上去 我真的覺得好像這樣子會 這個營收上播還是有原因的 當然政治航線是一回事 但是真的很多載客量真的是不夠 但是航程又遠的航線 777再不滿 350再不滿 330不可能用這個飛 321又不可能用這個飛 因為這都是以區域線去做設計 那請問中間機種你要用什麼 相比於長榮 你有777 有787 787還有9跟10的版本 非常好去活用這些旗 未來還有350 星宇的話當然它是目前來講 它就是350900跟350 未來3501000去做搭配 所以我覺得未來星宇可能會遇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那星宇有沒有要把這個A3300當作一個忠誠的機種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星宇可能還沒有想到那邊 還在想說先把這個亞洲 日本東南亞跟北美先開起來 那如果像歐洲這種不一定在那邊的航線 或者是可能是長榮比較獨霸的航線 那要怎麼去處理呢 我覺得也是 未來大家應該要去 航空公司可能要去想這件事情 但是對我們客人來講 或者是對於員工票來講 或者是對於理程票來講 其實這種票 這種地方它的載客量比較低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像很像的事情 所以這一集的波拉格就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些航空的簡單review 我個人覺得對於華航本來其實不太了解 我在2013年真的只搭了四五趟華 這是我第一次搭乘華航的長城線 那我覺得還不錯 就覺得這是絕對可以再搭的 這絕對絕對可以再搭的 那之後看可不可以再試試看他們的豪金艙 那經濟艙的後號艙航程 我希望我不要體驗到了 我希望還是可以豪金幾條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就是商務了 那最近飛歐洲 大家要注意一下飛駛 要考慮一下飛駛去做換票 不要傻傻的想說 去歐洲續船回來應該就一樣 因為距離一樣沒有飛駛是非常可怕的 你在購票的時候就會發現 好 大家這集就講到這邊了 我是小姐 祝大家旅遊愉快 拜拜